我們可以看到陳其中部長出來回應的時候 其實 越共越灰啦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我們從 這個就是民進黨執政以來 給人民不信任的 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過去 不管從2020年COVID-19開始 從剛開始的缺口罩 缺疫苗 缺快篩 甚至是這個高端的這個疫苗的 相關的一個案件 這個合約 封存 以及這個很多的採購過程 沒有公開透明 在國家有一些緊急需求的時候 是不是有這些特定的 這個利益結構來去上下起手 甚至是前一陣子大家關心的 這些綠能的案件 這個都是民進黨執政下 讓大家對於現在的政府 這個整個利益結構的一個產業鏈 沒有辦法信任的主要原因 那今天缺氮其實其來有致 它並不是一個 除了短期全球缺氮的一個 供應下的一個問題之外 它其實背後蘊含的是整體這個 雞蛋的一個產銷的問題 農業部始終不願意面對真相 陳其中 之前在擔任主委的時候 只要碰到農省 對岸有這個相關的貿易壁壘 障礙的時候 他就是不斷的透過撒幣補助 來去做短期的這個政治效應 所以造成了 不管說是在農業政策 還是整體的雞蛋進口 他並沒有一個整體產銷 供需的一個考量 甚至是一個長期的政策 其實缺氮的問題 看起來好像是今年才爆發 他其實有一個長久的脈絡跟預兆 那農業部在澄清的記者會中 其實可以看到 他的時間軸只有從2022年的9月開始 可以說是 部分揭露 其實就是在規避整個的一個責任 因為如果你在往前推的話 2021年的7月 當時因為COVID-19的疫情嚴峻 雞蛋的需求下降並且滯銷 其實當時農業部就有提出 獎勵補助屠宰 屠宰場加速淘汰育林 這個寡產雞蛋的這個蛋機的執行辦法 尤其當時因為有過剩的狀況 所以屠宰蛋機每隻還補助5塊錢 然而新的蛋機培養 他其實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同年底就開始出現 缺蛋的徵兆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明確 他沒有辦法 掌握這個 整個供銷失調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國內蛋價這一年來的走勢 其實他是持續攀高的 從上圖可以看到2021年 就雞蛋自銷導致低價的一個情形 但是年末就馬上缺蛋 讓價格他就是 很快的來去做一個 直線的一個上升 沒有辦法斷言當時鼓勵屠宰業者 是不是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農業部 當時的農委會 就明顯在整個產銷的調控上 他是判斷失準 並且是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之後就馬上爆發 相關禽流感的一個影響 在2022年的時候 日本停止對台灣的蛋類供應 直接導致台灣在2023年 就出現很多蛋類的短缺 此外這個台灣本身也出現 禽流感的疫情 但是中央跟地方之間通報機制 可以說是沒有橫向的溝通 甚至出現斷鏈的狀況 所以很多這個 所謂蠻爆 就是漆上蠻下的一個現象 不斷 農業部當時也沒有辦法去做 相關查核的一個責任 所以明顯就是失職失農失控 才造成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農業部在控制蛋機的市場的時候 雞蛋的市場跟相關的資訊傳播 他沒有辦法誠實公開 這個市場整個產銷失衡的一個實際狀況 所以讓不管說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 其實他就在 身處在一個資訊混亂 跟不確定性的一個狀況中 所以總體來講 農業部試圖用價格來調控的策略 本來就是錯誤 所以陳其中在缺蛋之初 馬上宣布價格動漲 他直接就是要扮演這個所謂的 上帝之手來去干預市場 其實這個部分只是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他短期緊急的看似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實際上在整個產銷市場上 沒有辦法實際來去考慮需求跟 供給的實際因素 所以這個部分在 沒有辦法反映給供給端的成本 導致當時有很多小基農 他就推出市場了 所以就是說在另一方面 也忽視了需求端的消費者 預期的心理 所以加劇了市場的失衡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得不說 陳其中部長他自義是農金專家 但是我們看得到 在整個雞蛋的供銷的一個過程中 他試圖扮演上帝之手 透過政府的資源來控制市場的價格 掩飾他們的預估跟施政的不利 透過大撒幣跟價格來調控的狀況 來去取代市場機制 這樣傲慢自大跟農業部的不作為 就是為什麼現在這個民怨跟 這個內閣的滿意度 如此高的一個狀況 農業部首當其衝 尤其是在網路民調上 陳其中部長也是大家最反感的一個 目前的內閣成員 那也直接導致今年缺蛋的一個危機 為什麼不是續產會來向各國直接購買 當時農委會提出的 來幫忙一下 不是你的板子 為什麼續產會沒有辦法直接向各國購買 當時這個農委會有提出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擴大蛋原的供應 我們說擴大蛋原的供應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說依照合約錢都來自續產會 甚至沒有監督及溢價的空間 如何要分散風險 量大才能壓價 分散購買來源如何來去壓低價格 這個就第一個打臉 第二個他提到的是 國際貿易的常態符合各國法律的規範 透過國際貿易的慣例 方便進出口作業 也透過這個比價等市場機制 所有人都可以談市場機制 你陳其中你沒有這個談市場機制 因為你就是試圖的用上帝之手 價格調控的部分 再去破壞市場機制 來去掩蓋你施政的不利 這個產銷預估失準的這個 施政的倒行逆施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以國際貿易的常態來講 其實有兩個重點 依照合約供應商報價後 可以直接請款 何來比價 第二個 進口商幾乎沒有風險 何來市場機制 誰都可以講市場機制 你沒有資格講市場機制 所以第二點我們也認為就是打臉 第三個 談到國際政治的現實 政府民意容易受到貿易的阻礙 透過民間企業的商業比較有效 也減少政治的風險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先是買雞蛋還是買飛彈 到底是買雞蛋還是買飛彈 雞蛋有涉及這個區域安全 台海安全或國家安全嗎 你自己都有下場 那還有政治風險嗎 那續場會總計直接購買了 1868萬顆的雞蛋 美國有205萬顆 土耳其1598萬顆 馬來西亞65萬顆 總進口量是12.6% 我們知道在年初的時候 其實各國都在搶蛋全球缺蛋 我們也都 這個我們也不會苛責說 當時大家全球去找蛋 但是我們也要合情合理合法合規 我們要質疑的是 有沒有人在中間來去做上下起手 合約中有關請款的約定 那其中的採購流程通常都是 我們知道一般的這個貿易 或一般的採購是巡價 比價溢價然後簽約 但是續場會以及農業部 竟然是先簽約之後 才處理報價單 這如果有做生意的人就知道 這個是合理的程序嗎 你都不問價格 你就先簽約了嗎 這完全違反正常的流程 那也依照合約的規定 貨櫃在巴西港口裝船之後 所有的貨物所有權 就屬於這個續場會 那之後的危險負擔 就是我們知道說裝船了之後 如果說他的這個所有權 就已經屬於續場會 相關的風險其實就已經到續場會身上 那如果說按照正常的貿易慣例 理應當交貨驗收後 開始進行所有權的移轉 然後才會開始有這個風險的一個負擔 這表示說在運輸中如果有任何問題 超市可以輕易撇清多數責任 也就是說錢他這邊收掉了 那相關的這個裝船之後的風險 包含就合約中也完全沒有提到 有關這個相關風險移轉 跟負擔的時間點的界定 那這個具體的情況 當然我們要以報價單運輸合約 保險合約跟相關文件加以釐清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要解大家的疑慮 你這個相關的資料就必須公開透明 不只是你這個超市這邊跟農委會 或者是續場會這邊的這個合約 甚至是跟巴西這邊的合約 應該要一條龍的從產地到這個供應端 都應該要公開透明 依照合約超市購彈幾乎所有的過程 都可以看到它是向續場會請款支付 那都是續場會來去付錢 那至於農委會所說的超市帶電 或者是鄭文燦副院長澄清的貨到付款 這個都不是該合約所提及的內容 所以目前為止他們都沒有向民眾公佈 支持這些說法的實際證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超市彈 會變成一個羅生門 各說各話的一個狀況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缺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懷著 1月非常有意義 跟菜伯崖做好 1月4日 可的第三天 3日